好 继续来看到 萨格达亚族人心中的那把吹不息的火 以火为钥匙 启动火技的烙印 参与多场火神祭的编舞家古木特 今年将他参与火神祭的多次经验 将祭典的神圣使命与街舞的舞蹈动作 结合了现代的做法 再创新剧火技烙印 由花莲县政府指导将在10月8号跟9号 在花莲原住民文化馆来演出 也欢迎喜爱原住民文化歌舞剧的民众 来锁票观赏 古木特舞蹈剧场 10月将在台湾原住民文化馆推出火技烙印 编舞家古木特运用个人的创作技巧 将传统与现代舞结合 作品保留传统 而又跳脱规范与束缚 挑战全新的创作 30人的大型舞蹈剧 横跨七大族群 融入街舞特技肢体元素 舞蹈精彩可齐 比较特殊的动作去延展出来的一些现代舞动作 然后再加上年轻人现在很喜欢跳街舞 然后把它融进这个舞马里面 然后我所谓的融进 不是就是把它把街舞跳出来 我是把街舞真的融到现代舞 融到原住民舞蹈里面 而不是直接跳街舞 你会看到现代舞里面有街舞的元素 看到原住民舞蹈里面有街舞的元素 这样子 古木特也指出在舞台剧当中也特别安排 因为疫情所影响大家的生活 也将这样的生活情境融入在舞台剧中 表演出民众在疫情当下如何的生活与不便 这几年的疫情实在是让大家太痛苦了 所以我就是用了一段这个这个段落叫何时 然后希望就是用这个段落为我们花莲为我们台湾做一个很用力的祈福 很用力的祈祷希望这个疫情赶快慢慢的离开我们 古木特舞蹈剧场也期待 观众在经过舞蹈的洗礼之后 可以用敬畏之心来与天庭歌颂重生之路 用族群的歌声让赛奇拉雅族更为稳重 族群的精神也就更扎实 记者凌杰花莲市采访报导